三个孩子的故事 实际上是一个 我个人在一次旅行当中 路过他们家的门口的时候 碰到他们三个孩子在外面玩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认识他 之后我们就 有这么一个拍片的机会 我们就开始拍这个故事 现在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地 是在中国的云南 那么也是在长江的上游 那么长江上游的这些很多的山区 大量的农民的生活 就是跟我影片里边的 这种状况差不多 那么很多人都要出去打工 然后也无法照顾他们的子女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孩子 都是在这样一个 就从小是比较没有父母的伴随下成长的 那么父母他们也是在周边的城市 那么其实这些人在城市的打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更多的收入 也赚不下什么钱 那么有很多人在城市呢 无法生活 然后最后又回到他们的生活的这些 就是在城市的城市 就继续了一些努力的努力 去找工作在很近的地方 留在他們的兒子那裡 這些孩子經常生活沒有父母 他們的父母也不肯定是在家裡的質素 他們有很低的稅 甚至他們不肯定得到賠償 所以有些人被返回到地區 再重新進入了之前的活動 其实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很多 甚至于四个孩子的家庭 但是就是因为计划生育嘛 那么有很多家庭是不允许 按正常情况下是不允许生超过两个孩子的 但是因为在农村 那么很多家庭呢 就是还是希望能多生 那么你像他是三个女孩子 所以他在生第三个女孩子以后呢 就是他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 为了逃避这种计划生育的这种惩罚 所以他们当怀孕以后 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那么像有的人就是说离开这个村子 到其他的这个城市打工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逃避这个 进化生育的一种一个惩罚 在某種程度上是位通过的 At某种程度上还比较开的 更多群人的一家庭 从来自家庭 但是平静多的两家庭 但是平静的一家庭 但在中间公司 他们育成为比较再生育 叫做一家庭 一家庭的天庭 其实后�就身uma 这三家庭的生育 有三家庭的生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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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